另外來看高雄則是有一名鄧先生 拿著論文出面指控 三月份就完成論文了 但指導教授卻下落不明失聯 等到六月出現 先幫另一名同學辦完口序 才跟他說口試已經結案 那麼據審論文要他是言必 那麼這讓當著面 甚至筆觸的是五根手指 這個指頭暗示說 是不是可以幫他處理 讓他順利來畢業 鄧先生拿著標語 到學校外頭抗議 指控他的指導教授 據審論文 還暗示說要收錢 才肯讓他畢業 就是過程中被刁難在所難免 他就私下跟我講說 我最好現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言必這樣 然後他就比了五根手指頭 就是說會找好的教授 好的口尾來幫忙我這樣 鄧先生指控他進研究所了之後 指導教授就跟他說 論文就自己寫 不然就是教授請人幫你寫 後來鄧先生私下詢問 如果學生想要二上畢業 教授收費十二萬 如果是要二下畢業 就是收費十萬元 二上之前就已經 有詢問到說 二上畢業他要十二萬這樣 如果二下正他畢業就是收十萬 這個就是說 完全不會寫論文的人 他會幫忙這樣 後來鄧先生決定自己寫論文 三月份完成論文之後 四月第一次報告就遭到教授刁難 後來教授還失聯聯絡不上 等到六月份 這名教授就說 據審鄧先生的論文 還要他言必一年 我自己做論文 你沒有幫我安排這個後續的考試流程 後來鄧先生找系主任求救 但系主任也無法處理 鄧先生的遭遇 就連公司老闆也看不下去 到場聲援 而校方沒有出面回應 只發聲明說 校方有接到 學生的求助 已經請該系 系所立案調查 會盡快做出完整的調查 不會讓學生的權益受損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